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三十五集 我是二天没有睡觉了 驿站 因为黄渤街离驿站更近 去这条街探查情况的大耕人已经返回 带回来令人沮丧的消息 张寻福质问 没有发现 你们要好好探查吗 那街白日没几个人影 问了隔壁街的住户才知道 是个狗事 是在夜里开始 这会儿根本没人 前去探查的铜锣郁闷的回复 一条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这么没头苍蝇似的扎进去 能有什么收获呢 逢人就问 认不认识都指挥使司的周明周经理啊 众大哥人是一阵泄气摇头晃脑 张寻福喝了口茶 做了片刻 坐不住了 在大唐来回夺捕 黄渤街没有线索 现在只能等许宁燕那边的消息了 如果他们也没有发现那么 案子就回到了原点 他们还是原地踏步 张寻福嘀咕道 千万要有收获呀 不然真成无头案了 他的嘀咕声 一字不漏的进了几位银罗和江绿中耳朵里 他们回来了 门口位置的铜锣惊喜的出声 一伙人动作整齐划衣的扭头望向门口 看着许清安带着两位同僚返回 怎么样 江绿中连忙问 张寻福袖袍下的手握成拳头 期待又紧张地盯着他们 许清安抽出纸条放在桌上 刹那间十几双手一起伸了过去 啪的一声 江绿中一巴掌拍开所有的爪子 急哄哄的抢过来展开信条一看 眉头又皱了起来 这写的什么 好吧 不是打个人衙门的暗号 许清安做出了判断 我看看 张寻福飞奔过来 劈手夺过纸条 纸张写着两组数字 墨162347412 张寻福陷入长时间的静止状态 脑海里闪过一本本读过的圣贤书 随后呢 排除语书中典故呼应的这个选项 这和文姑娘嫁人一样 都是欺负人的题目 张寻福正苦恼着 看见许清安默不作声的上楼去了 宁业 你去做什么 许清安在楼梯上回头无精打采 回房间观想 不然 我感觉自己随时会猝死 我12天没有睡觉了 江吕中眉头狠狠的一跳 他已经知道许清安在冲击恋神境了 当初在运河上 许清安就曾问过类似的问题 如何冲击恋神境 这几天 看着他黑眼圈日益加深 江吕中猜测这小子可能在冲击恋神境 就是不知道他干了多少天了 12天呢 12天还没突破极限 中途还打了一架 这意味着许清安的元神潜力很大 非常大 他踏入恋神境的话 元神会得到质变 江吕中自己当初晋升恋神境 熬了16天 其他金螺相差不大 看这小子的样子 12天明显不是极限 不知道他能一口气成多久 想到这里 江吕中沉声说道 记得别睡着了 回到房间 许清安脱掉鞋子 在床上盘坐 边图纳练气 边观想巨人图 时而转换金尸咆哮图 介入佳境 忽然听见了敲门声 他睁开眼 啊 什么事 宁燕 状态好些了吗 张巡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得到许清安肯定的答复后 他旋即说道 随我去参加晚宴 会一会云州官场 啊 晚宴 巡抚大人进城这么久 云州官场不可能不知道 许清安精神状态好了许多 反正也不能睡 在驿站待着屋去 啊 大人稍等片刻 他穿上靴子 把放在床头的铜锣 绑在胸口 黑金长刀挂在后腰 打开房间的门 张巡抚站在门外 穿着飞色官袍 身子鼻挺 气态斐然 两人相互汗手 结伴下楼 在大堂等待片刻 江绿忠才从院子里走进来 人员清典完毕 走吧 豪华马车停靠在驿站外 随行护卫的虎奔卫三十人 大耕人七人 本次夜宴地点 是一处临河的大院 不正使司 专门用来宴请官员的府邸 四进四出的豪宅 今夜月朗星夕 无风 虽是隆冬 但适合在后花园摆宴 身为本次晚宴的核心 同时也是客人 张巡抚特意晚到了一刻钟 这既是百官威 也是给出宽裕的时间 让主人做准备 抵达府邸门口 桌里早已停满了 各式各样的马车和轿子 或华丽或简陋的座驾 代表着一位位官职不一的大老爷们 在侍从的带领下 张巡抚一行人来到前厅 看见了穿各色官袍的云州官员们 林林总总一百多位 其中就有许清安 今日见过的云州知府 巡抚大人 双朗的笑声中 一位穿飞袍 刘长虚的官员迎了上来 不证使大人 张巡抚笑着弓手 不证使 相当于省长啊 许清安审视着云州不证使 他颧骨略高眼睛狭长 笑起来时 眼睛眯成一条缝 给人势快精明的感觉 哦 你也是宋庭峰失散多年的老爹啊 对了 没记错的话 这位不证使也姓宋啊 许清安的嘴角勾起 不证使 引着张巡抚一介绍 许清安目光追随着 把在场的官员牢牢记在心里 这位是咱们云州的都指挥室杨大人 宋不证使来到一位 儒匠风格的中年男人面前 周围的声音一下子小了许多 一双双目光 停留在张巡抚和杨川南身上 两位朝廷大员彼此审视片刻 齐声大笑 张巡抚 久仰久仰 气氛顿时又轻松起来 官员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我怎么有种千军一发的错觉 有那么一瞬间 许清安都以为场面会陷入疆宁 或者双方阴阳怪气的嘲讽几句 勉力藏针 这才符合官场老阴阳人的形象 结果竟如此和谐 不证使当即说道 新副大人 晚宴已经准备妥当 咱们一起去后院 一周之地 级别最高的三个衙门分别是 都指挥使司 布政使司 提刑按查使司 其中提刑按查使司 隶属于督察院 因此提刑按查使 在张寻甫面前 最像个狗腿子 来到后院 仲官入席 主桌这边发生两个有意思的插曲 第一个插曲 张寻甫招了招手 营燕 过来本官身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